盆滿钵滿 油氣價格大漲 能源巨頭利潤暴增 它是時間 讓這些公司 停止盡量的財產 壓力巨大 應對能源危機 多國政府考慮開徵暴利稅 我們的優先項目 是穩定性 增長 和公共的服務 看法不一 實施效果存疑 暴利稅落地 多方還將如何博弈 我們並不依靠 任何特別的政治項目 但並且看待長期的基礎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虹濤 今天一起來關注 歐美多國的暴利稅 我們知道今年以來 歐美多國都是 飽受能源價格非常之苦 各種應對辦法 也是想了很多 近期越來越多國家 開始考慮一個新的方案 那就是對能源公司 開徵暴利稅 那麼到底什麼是暴利稅 開徵暴利稅 會對能源市場 產生怎樣的影響 又能否可以緩解 歐美各國的能源危機 圍繞這一系列問題 我們一起來討論 演播室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國際商務戰略研究院 執行院長董秀成 歡迎董教授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財經評論員 楊富江 歡迎富江 好 在開始討論之前呢 我們還是先來了解一下 相關的國家 現在對暴利稅持有怎樣的態度 當地時間11月17號 英國公布最新財政預算案 主要內容是大幅增加稅收 削減公共支出 當中對能源企業徵收的暴利稅 將從25%提高至35% 同時對電力企業徵收 45%的零時暴利稅 英國10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同比上漲11.1% 漲幅創下近41年來最高記錄 英國財政大臣亨特當天承認 英國經濟已經陷入衰退 考慮徵收能源暴利稅的還有德國 10月份披露的一份文件草案顯示 德國政府計劃對家庭和工業用電 設置價格上限 所需資金將主要來自於向電力公司徵收的暴利稅 考慮抽走其90%的利潤 而在10月底 美國總統拜登也就能源公司 賺取高額利潤的問題在白宮發表講話 拜登表示 能源公司創紀錄的利潤 是在俄乌冲突中獲取的意外之材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背景下 這些公司不但沒有配合降價 緩解民眾的消費壓力 反而藉此機會賺取創紀錄的利潤 這是不可接受的 拜登呼籲能源公司增加能源產量降低價格 否則他將呼籲國會考慮向能源公司徵收懲罰性稅收 奧地利政府也在11月18日宣布 計劃對油氣公司徵收暴利稅 稅率高達40% 除非公司能證明 其正在投資可再生能源 稅率將從40%調降至33% 今年以來全球市場上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價格大幅走高 眾多跨國能源巨頭企業賺得盆滿缽滿 與此同時 呼籲向能源企業開征暴利稅的聲音也日漸高漲 我們看到有的國家已經開征暴利稅 而有的國家正在醞釀徵收暴利稅 那麼董教授能不能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暴利稅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稅種 在通常情況之下 設置這樣一個稅種是出於一個怎樣的考慮 暴利稅呢 首先我們搞清楚什麼是暴利 多少是暴利 對暴利它一定是一個在比較短的時間 就是說由於這種價格的這種突變 比如說迅速的這種暴漲 導致企業它的這種盈利能力快速的上升 或者說我們把可能叫意外制裁徵稅 這樣比較準確一點 就是說本來大家沒想到 那突然比如說這種特殊的時期 特殊的時點 這個某種商品的價格突然暴漲了 讓這個企業的獲利增大了 一筆橫財 對一筆橫財 這個時候我政府對它徵收的稅 我們要成為暴利稅 那麼為什麼要設置這樣一個稅種 通常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如果從理論上講呢 就是說我們講徵收暴利稅 實際上考慮的因素是比較多的 第一個呢 當然比如說我政府的一個稅收的問題 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財政 一個政府的財政預算有收有值 那麼稅收呢 他本來就收的一個大頭 就財政收入來說 第二個呢他要考慮什麼 考慮就是說 整個社會對這件事情的反應 比如說你一個公司突然賺了那麼多錢 那可能會引起一些民怨 可能老百姓會產生一些想法 這樣對政府就會產生一種壓力 那我採取這種措施來彌補這種 所以你覺得當前對這些能源公司 徵收這個暴利稅是符合 你剛才說的這幾個條件 那富江你覺得 為什麼這麼多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時刻 同時選擇要對這個暴利稅進行開折 有點忍不了啊 這種忍不了反映在對比上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以來呢 歐美各國經濟增長放緩 同時呢通脹居高不下 這個時候呢 這些能源巨頭逆勢絕金 就顯得非常的炸眼 就很惹眼 一個導火索或者說一個催化劑是什麼 在今年的10月底11月初 各大能源巨頭紛紛發布了 今年的第三季度財報 這個財報不是好看 是過於好看 比如說這個埃克斯美孚啊 雪茯龍啊或者翹牌 那你說市場分析師 不知道他們掙錢嗎 知道 但是他們最終的表現 遠超分析師的預期 我們通過示例來看 美國埃克斯美孚 第三季度公司净利潤 創下歷史記錄 達到了196億美元 剛才短片當中也說了 關鍵它同比增長191% 接近200% 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今年三季度 差不多是去年三季度利潤的三倍 我們再來看 英國石油公司 三季度利潤82億美元 這個也是同比去年增長了兩倍還多 也就是說這些巨頭它的掙錢啊 不光是增長百分之大幾十 成倍的這種增長 還有一個例子 翹牌今年三季度的利潤95億美元 關鍵還有一個數據很重要 今年前九個月 翹牌公司的利潤300億美元 什麼概念 翹牌公司的年度利潤的紀錄 發生在2008年 在那一年 它的利潤創紀錄的達到了310億美元 結果今年前九個月利潤就300億美元 所以說按照現在發展 2022年創紀錄 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 這已經沒有這個疑問了 所以說大家就發現 各行各業都過得非常不容易 老百姓付著高額的能源賬單 而這些企業基本是躺賺 所以這種不公平啊 或者不平衡啊 這種想法就會越來越多 就是不管是跟它自己比 還是跟其他那些經營慘淡的公司 送向横向 這都是一筆意外之財 太鮮艳了 對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選擇 徵收這個暴利稅 之前為什麼沒有考慮這個方案 是因為其他的很多辦法 現在都沒有辦法起到效果嗎 這個我們覺得在後面 我們還可以詳細的分析 就是說它徵收的過程當中 也要面對著很多的博弈 比如說能源公司肯定是不願意 政府肯定是願意 所以在這裡面 再結合一些選票啊 再結合一些 不同的利益集團的訴求 是不一樣的 我們後面會有 也是會有一個非常全面的 複雜的一個考量在這裡面 那董教授你覺得 這些國家他們想通過暴利稅來解決他們自身存在哪些問題 就你剛才問的一個問題呢 其實我也是做一個補充 比如說為什麼都在最近 是吧 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能源價格上漲不是現在才開始 對呀 漲了一年了 那其實實際上就是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說我現在進入到冬季了 美國提出要徵收暴利稅 它不是現在 它比較早 拜登政府 現在歐洲是大面積的提出來了 說明什麼呀 說明歐洲目前的形勢是非常糟糕的 對吧 比如說冬季 我如何過冬的問題 賬單突然變得非常多了 這個比如說包括上街的什麼遊行示威的也越來越多了 我想呢 就是說從政府 從政客的角度來說呢 在這個時候我做一個回應 是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經濟財政還是政治方面的一個考慮 積累到現在 可能他們認為通過徵收暴利稅可以化解這些事情 能否化解 你覺得真的能化解 我覺得是它的目的非常明確 我從經濟上來說 比如說我的政府現在是負債經營 都是高吃素的 就是我的財政預算率包括什麼收和支 我的收是遠遠的小於支 那由於這種發生能源危機 發生這種通貨膨脹 包括這種能源價格的暴漲 那我政府為了解決民生問題 我又增加了支出 對吧 那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 把我這塊錢拿回來 這是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 當然就是考慮民眾的這種反應 因為這個西方國家 特別是歐洲國家 這些政客 他是講的選民政治 如果老百姓有這種訴求 那我得回應 所以他想實現這兩個目的 但是這兩個目的呢 我覺得是第二個目的 它象徵性比較強 比如說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第一個目的能不能實現 比如說我能不能通過這種方式 來彌補我增加的這塊支出 我覺得這個可以是大打折扣的 就財政上在負債經營 而且這個非空已經很大 需要填一個很大的窟窿 是的 而民眾那邊呢 他們對這些能源公司 賺的盆盤盤盤盤 肯定是不滿的 因為他們自己現在在承受一個 越來越難以承受的能源財單 對 那富江你覺得 他想達到這個財政目標 和這個貧富民眾的怨氣的這個目標 能不能實現 剛才董老師說兩方面 您也說到兩方面 第一方面呢是填窟窿缺錢 第二方面呢刷好評 為了選票 為了下一步的這個這個連任 所以說說到第一個填窟窿 英國公共財政目前的缺口呢 400億英鎊 有測算說如果英國政府徵收 暴利稅這次比較堅決的話 徵收的稅額會在400億英鎊之上 也就是說可以輕易的填補 公共財政的這個缺口 但是目前呢通過各種各樣的 稅收的優惠也好 或者說稅收的漏洞也好 大家如果充分利用的話 最後能收上50億英鎊就不錯了 怎麼理解啊 舉個例子 英國石油公司和俏牌 按理來說都是主要在英國的海域 來做生意的 那麼給英國國庫交暴利稅 是理所應當的 結果最近呢 英國石油公司說 我打算交7.78億美元的暴利稅 還說我打算不交 憑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任英國首相蘇納克 他在擔任財相的時候 對於能源公司的暴利稅 有一條豁免 就是說這個錢呢 你如果留在英國投資 可以享受91%的稅務的優惠 或者稅務的減免 所以翹牌就說 儘管今年三季度 我利潤大概接近100億美元 但是我在英國的投入巨大 我沒有盈利我交什麼稅呢 而且除了這種之外 他這個豁免的政策還規定 你的利潤呢 無論做了投資也好 有虧損也好 都可以從納稅額當中減免 所以呢媒體樹里發現 最近幾年 英國石油公司 翹牌在英國 基本上就沒有納稅 再加上一些能源巨頭 又會採取 我回購自己公司股票 我掙了錢之後 我給股東派息 這樣呢公司股價上漲了 股東拿到了真金白銀 同時我還不用交稅 一箭三雕 但是呢 對於政府的財政 對於民眾的 這種賬單 沒有起到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政府也處在 一個兩難的境地 所以現在這個政府提出來 要徵收暴利稅 似乎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當然呢 面對這個徵收暴利稅的這個政策 或者是提議 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我們也來聽一下 據英國媒體消息 歐洲最大石油公司 俏牌週一表示 將評估未來十年 在英國投資高達250億英鎊的計劃 這一表態的背景 正是英國政府宣布提高 針對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的暴利稅 俏牌方面明確表示 更多的稅收將影響企業 可能用來投資的資金 今年早些時候 俏牌曾表示 計劃在未來十年 向英國能源基礎設施 投資200至250億英鎊 包括石油和天然氣 海上風能 電動汽車充電和氫能 而美國方面 在總統拜登表達 對能源巨頭的不滿 並要求能源公司 將利潤用於擴大生產的意見之後 埃克斯美福和雪弗隆的CEO做出了回應 我們沒有接觸到任何個政策的政策 而是要找到這些長期的基礎 我們共同的希望 有穩定的市場 我們的市場 他從總統拜登和國際議員 說話和行動都不永遠 數據顯示 埃克斯美福 雪弗隆俏牌和道達爾能源 這四家能源巨頭 每年以股票回購和派發股息的方式 向股東總共支付近1000億美元的紅利 而今年到目前為止 這些企業對其核心業務的再投資 僅為800億美元 在德國 開征暴利稅的計劃同樣遭遇了阻力 德國投資者保護協會表示 反對追溯式的稅收干預 這種做法對能源公司不公平 協會提出 在利潤微薄的時候 能源公司既沒有得到稅收減免 也沒有補貼 而在他們的收入上漲時 徵收暴利稅會打擊公司的投資意願 延緩向綠色能源轉型進程 我們看到反對開征暴利稅的 主要是那些能源巨頭和能源行業的投資者 那董教授能不能幫我們測算一下 如果真的開征暴利稅的話 對這些能源巨頭 到底會帶來一個怎樣的影響 他們為什麼如此強烈的反對 政策暴利稅 對能源公司來說 當然肯定是不希望這個政策 因為政策本身實際上 是在擠壓它的 要把他們拿到要包的錢再套出來 對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本來這個錢是我的 你政府又拿走了 對吧 強行切蛋糕 對 所以說 如果從對他們的影響來說 我覺得可能各類公司是不完全一樣的 比如說有的是油氣公司 有的是電力公司 而且這些能源公司大小又不一樣 所以說對於每個公司來說 它的影響肯定是不一樣的 還跟它這個公司的業務結構有關係 有的比如說它已經 其他東西做的比較多了 那可能影響也小 對 為什麼說這個事情難以撤算呢 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徵收的起徵點 比如說我這個價格 在什麼情況下我要徵收 那這個實際上媒體上也沒有做披露 那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 它大概可能有一個撤算 我全國我能徵收多少 它是把所有的公司都算上了 我個人的判斷呢 如果不考慮豁免的話 因為還有一部分豁免的問題 對 就是說政策制定的過程中 比如說什麼情況下 比如說剛才已經講了 比如說我的投資 我或者是轉型的投資 或者是在遊戲行業的投資 我可能就豁免 如果不考慮豁免的話 我覺得對於這些大的公司來說 像BP啊 撬牌啊 對 它可能會有幾十個億的損失 但是對於小公司來說 那可能幾百萬幾千萬 這都就不一致了 但是可以這麼說 BP也好 撬牌也好 不會交的這麼多 因為它一定會想方式 各種方式來 規避這問題 比如說B稅 我可以豁免 對 所以說 但不管怎麼說 我現在如果我加了這個稅 交了這個稅 我的營利空間下降了 實際上會影響到我的股市的 比如說我這個公司 股票可能下降 對 那我股票一旦下降以後 我的融資能力就差了 是是 我投資能力 比如說我減少了 比如說21 那我這相當於 我下一步的投資會減少 我的轉型的投資 包括在行業內的繼續投資 都會減少 所以它的衝擊 我認為還是很大的 尤其這段時間 他們的股價在不斷上漲的情況之下 如果出現這樣的下挫 可能就會給他們帶來 比較大的影響 對 政策利空 是的 傅先生你覺得 這些能源公司 現在發出的這個反對的聲音 特別是像撬牌這樣的公司 甚至已經開始聲稱 如果要徵收暴力稅的話 他要重新考慮他的250億英鎊的 這個投資計劃 對 那麼這些聲音會改變政府的決定嗎 不能說會不會改變 我覺得這些改變一直都存在 或者說對政府的這種壓力和影響 一直都存在 對 其實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到現在在歐盟內部的 所謂統一的徵收暴力稅 這個政策一直推行的羞羞答答 欲說環球 為什麼 不光是能源巨頭的立場不一樣 各國政府的立場都不一樣 我們看今天五月份的時候 意大利就提出 我要對這些能源巨頭徵收暴力稅 兩個月之後七月份 這個西班牙也發出了類似的這個信號 九月份 德國也發出類似的信號 但是你像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對於徵收這個暴力稅 一直呢 就不是很堅定 甚至還比較反對 因為法國國內 他這個核能占比比較高 對 他的傳統能源占比並不高 人家不願意蹚這趟渾水 就是說我收不收 對我影響不太大 尤其在十月底的時候 馬克龍在一個晚間 黃金時段的電視講話當中 重申了自己 反對徵收暴力稅的 最新的這樣的一個表態 所以我們看到歐盟宣布說 我測算了一下 我大概要收1400億歐元的這個暴力稅 看著挺多 但是從力度上來說 剛才分享了 英國的這個溫和的徵收方法 歐盟比英國還要軟弱 還要溫和 就是說徵稅的力度而言 但即便如此 在歐盟內部 還面臨著巨大的分歧 像有法國這種我不太表態 不太願意的 還有波蘭明確反對 波蘭說 各國的能源結構不一樣 想在歐盟內部一刀切 推行一致的這個徵收暴力稅的情況 根本就不現實 所以說能看到其實各國政府的立場 在面對同樣的問題上 它也是不一樣 但這個未必要形成一個歐盟的 統一的行動吧 因為財政政策 各國還是可以按照 自己國家情況進行制定的 但是反對的聲音的確 像福江剛才提到的 來自方方面面 包括我也看到 像德國的財政大臣 甚至他也提出來反對這樣的一個提議 包括我們看到節目裡面提到的 德國的投資者保護協會 也提出來要反對這個意見 所以在這麼多的意見 都反對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有多少國家能真正的實現 這個暴力稅的徵收 我覺得從歐盟統一來徵收 這個可能性我認為是不存在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問題要提出來 是因為什麼 你歐盟內部它畢竟是個大市場 你某個國家比如說有這個政策 另外國家沒有 這個政策一旦出台以後 它會引導你這個企業行為 會實現一個挖地 對 這是他擔心的 但是他要想實現一個統一的這樣一個 暴力稅政策 我認為是沒有這種現實可能性 我相信個別的國家 比如說像剛才講的 什麼英國 英國已經開始實施了 英國相對容易一些 因為他的首相 他的政府和議會是統一的 對 他什麼叫首相 就是議會的第一大黨的黨魁就是首相 所以他推行這個東西比較容易 但有些國家就很難 我政府想幹 國會不同意 對 也幹不成 所以說我判斷 歐盟內部會有一些國家會推行 但是不會是一個統一的政策 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這樣一個暴力稅的征收 它對於現在的能源市場 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包括供需關係和價格 簡單分析一下 我覺得是總體來說 這個政策對價格沒有直接影響 因為價格它就是一個供需關係 形成的 也不會影響供需關係 對 如果說影響供需關係可能會是 比如說我的投資減少了 可能但是未來的不是現實的 因為它價格不是某一家公司訂的 是大通商品市場來決定 公需關係來決定 對 其實這個暴力稅本身也不會改變 這樣一種基本的公需關係的情況 好的 稍後請您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好的 歡迎您繼續關注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洪濤 在大批的民眾苦苦應對通貨膨脹的時候 能源巨頭卻賺得盆滿波滿 這是歐美多個國家已經著手 或者打算開徵暴力稅的最直接的原因 收取暴力稅 無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 增強政府補貼民眾的能力 但是也絕非一勞永逸 受到地緣衝突的影響 當下全球能源供給格局已經被嚴重的扭曲 這種局面不改觀 油氣供給就仍然會處在一個失衡的狀態 而緩解能源危機也將會是一個長期的博弈的過程 好的今天的節目就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謝我們兩位嘉賓 帶給我們的精彩的觀點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